我媽媽就在後面拿到網路上 妳是房子啊 什麼房 所以妳的人生現在就是 照顧Baby跟投資是不是 對 我覺得理財很重要 妳要讓每一個籽 都變成一個士兵去打仗 對 有沒有 幫妳賺錢回來 妳這個理財專員跟妳講的台詞吧 沒有 這我自己發明了 妳有真的在 播出一定收入的比例 說這個是小孩子將來的錢嗎 對 因為每一年 我們父母可以給小孩一個額度 那我就是每一年 就是給小孩這個額度這樣子 去幫他存到一筆錢 然後再拿那個錢去做輕微的投資嗎 對 幫他做保守型的投資 然後媽媽可以做積極型的投資 所以妳會常常跟妳的小 很積極的媽媽 OK 好 就是小孩的錢都在守城堡 然後媽媽的錢都出去打仗 對 對 對 所以妳該上的節目應該是非凡台啊 或是什麼那種 老借看天下之類的吧 妳應該不要來上高次來 我有看了 我在家都看了 偶像是老借現在 可是妳們有因為有了小孩之後 生活變比較節儉嗎 會耶 就不捨得再亂花錢是不是 會 會覺得 其他用在刀口上 會 黃玉文也會 會啊 我以前才不管說什麼 擠幾個標籤可以換一包米金 我才不管呢 現在會耶 現在會耶 我就是他那個 我們去買那個米金 然後那個賣米金 他就跟你說 欸 王小姐 如果擠五個啊 就可以換一包賣金這樣 對… 然後我真的會叫我們家用人撿刷機耶 以前我這不會在那裡 所以真的是一個左邊一個右邊嗎 是這樣吧 其實如果說正確的雙胞胎的話 他如果早… 像我是泰婉知道的 他可以… 其實寶寶可以做橄欖式的餵乳方式 就是頭在前面身體在後面 是可以同時餵乳的 什麼叫橄欖式 喔 這樣硬要很夠耶 就是頭在這裡身體在後面 然後這樣子 所以就像橄欖球員 抱橄欖球的爆法的意思對不對 對 叫… 所以他叫橄欖式 等於說你要手放在沙發的… 做那個… 對… 就是有那種專門的那個墊子 我還以為是叫兩個小孩 做出橄欖球員的姿勢 看誰… 這邊衝到那個… 把對方撞 看誰先撕到就對了 沒有 就這樣 同時魏如 那其實他們說 這個… 人體是很奧妙的 當你有這樣的需求的時候 他就會供你這麼多奶 小孩一定喝得飽 真的喔 只是因為我知道太晚 我知道的時候 我的小孩已經快滿月了 然後我就跟護士說 欸 我要學那個橄欖式 你趕快幫我這樣子 那護士就說 喔 對不起 你寶寶太大了 沒辦法做這個姿勢 因為你抱不住了 那時候三千多了 那就平放在床上 然後… 不是這樣嗎 媽媽一發的也無可來餵你 偏而是… 很臭… 因為那個餵如要很久 有時候是半月中 有時候是一個綜合醬 那如果是你躺在床上 然後兩個小孩這樣子趴著呢 會… 這樣會刺激吧 會噎到吧 其實還是有一些姿勢的 對 不可能是… 一定是這個姿勢最方便的 等於說你沒有享受到 就是雙胞胎同時那個… 沒有 這個部分我就來不及 那所以我變成… 摸對子幹嘛 你怎麼喝 有一點… 不是很舒服 怎麼樣… 怎麼了 沒有…就是它一直… 好像沈沈欲動的感覺 我們剛才吵了嗎 再興奮 你需要墊子嗎 沒有…沒關係 可以… 那你可以倒立嗎 對… 倒立… 他媽媽閉嘴 跳吧… 那那個… 你先生的經紀人孫老闆 他是每一次都知道 你懷孕的消息嗎 就是他多早就知道 他… 這一次比較早知道 上一次是拖到什麼時候 才跟他講的 上一次… 也是拖到木耳承舟 無法改變的時候通知他 木耳承舟是幾個月 五個月吧 知道你們有第二個小孩的時候 他是高興還是覺得… 他非常開心 然後…而且他也很開心是兒子 他就是希望我們好好照顧身體這樣子 所以他現在有做好心理準備 就是他旗下的其他男藝人 也可能顧上這一種 我不知道耶 這個部分我真的不知道 可是他有… 他當初有… 鼓勵或者說贊成 你們有一個小孩就可以停住 還是說他覺得 你們就愛生幾個就生幾個吧 嗯…好像是第二個 愛生多少就生多少 對 就是… 一… 完成了之後 然後後面就是尺度大開這樣 孫老闆當初慶祝第一個小朋友的誕生 好像… 就少收… 你先生… 一成 所以我真的不清楚 你不是在管錢了嗎 對 可是他那個… 我真的講不清楚耶 因為如果比照這個比例 不就第二個寶寶他也可以再少收一成 等一下就抽不到錢了啊 最多就兩成了啊 所以就沒了啊 你的意思是說 為了要… 因為他被抽起來生 最後他還抱著臉 孔佳慧大聊私密室 連主持人… 你們的老公是屬於很熱衷型的爸爸嗎 他老公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老公耶 OK 真的耶 你看過他老公的人 你都會覺得 佳慧你真的嫁得很好 這位嗎 對 他老公個性非常好 然後人也很nice 然後很會幫忙照顧小孩 真的喔 對 然後對佳慧也非常疼愛 妳先生有從…在從事什麼嗎 他從事成衣的工作 OK 所以你們是朋友介紹認識的嗎 沒有可以介紹 就在朋友的飯局認識 那他知道你是很有名的歌手嗎 他知道 可是他沒有喜歡過我 就是他沒有… 他沒有買過我的唱片 所以你說他是… 他就是抱著是想要好好認識 你這個女生的心情 來跟你… 那個追求的 對 就是 第一次認識的時候 留在朋友的飯局 然後後來 我陪他們去看房子 然後他也去了 然後我就說 因為他長得很快嘛 他在國外長大 然後就那一家 去看了那個房子的馬桶 真的很小 然後我就說 他們就說 這客房以後留給Steven用 我說那你不能上這個廁所 不能坐這馬桶 我問喔 我說 一定會爆掉 會壞掉 她老公很大隻 對啊 那馬桶小小的 他就覺得 我這人怎麼這麼奇怪 就一認識就會 開始一直損他 那… 我這個人是這樣 就是我不是… 我對你沒有感覺的 我就覺得 就像朋友一樣 講話也不需要太拘謹啊 對啊 所以他就覺得 回去之後他就跟我的朋友說 他還滿欣賞我的個性的 所以你們認識多久就結婚了 我們認識三年 當朋友當一年多 然後談戀愛差不多兩年結婚 所以當朋友的時候 你對他是完全沒感覺嗎 沒有感覺 然後他是做了什麼事 你突然愛上他 因為我們兩個人的家 那時候一個在永和 一個在中和嘛 然後我就可以… 就繞一下去載他 然後回去的時候 也就先載他回去 然後我再回家 然後每一次他就說 我送你回家 我說 車子是我的 你怎麼送我回家 他就說 反正我送你回家嘛 然後… 我再… 我再從你家叫計程車回來 然後每次要到家裡的時候 快到家了 他就說 我可以上去購一下嗎 我說 很方便耶 然後 差不多 講了差不多一年了 有一年的三月三十一號 我們就出去 就喝了一點小酒 然後他又說要送我回家 我想說好吧 然後我就開開開 開到快到我家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問他說 欸 你要不要上來坐坐這樣 所以現在是講一個 生女主持人的故事嗎 生女主持人的故事 生女主持人的故事 不是在會的時候 哪一點感動的媽媽 就是講的 但是這個故事 他整個話夾子一開 我真的要讓他聊心群舞 喝完就會怎樣 就說起肚大開是不是 沒有... 我就說 我從那一天開始打開新房間 所以上去坐坐那一天就 沒有... 就怎麼樣了嗎 沒有... 就... 就我就覺得 你可以讓你的家讓... 只是上去喝杯茶 對 讓一個男生進來 我就覺得那是一個正式的邀請 表示你已經開始喜歡了 對不起 他追了很久 然後你都一直不願意接納 我就對 我以為他要講一個多麼 相念刺激的故事 對 所以求婚也很...